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邓禅玉无奈只好独自先行离开 随后又悄悄潜入周营想救出父亲 怎料快要得手之际竟遭遇官兵的危机 邓禅玉真是女中豪杰把军事打得落花流水 军事眼看招架不住了 便使用弓箭朝邓禅设计 邓九公为保护女儿被剑射伤还叫女儿赶紧逃走 可邓禅玉想来个釜底抽信 他直接飞跃到武王赢杖想杀了武王 好在王后上有武艺抵挡一阵 武王也躲过了飞黄石 这是哪吒和天化闻讯赶来 经过四七二十一分钟激烈打斗后 邓禅玉被紧惑 武王亲自审问邓禅玉是何人相助逃出狱的 可武王并不相信并在三盘问 邓禅玉还是拒不交代 武王发怒便下令将其拉出去斩了 普行孙一听要出阵 就赶紧下跪承认是自己所为 武王又改口要当即斩了土行孙 土行孙被带到法场准备行刑 杨检就开始磨刀祸祸祸 这吸眼的让邓禅玉真以为要斩了救命恩人土行孙 他赶紧求武王不要杀土行孙 还说要杀就杀我自己好了 武王问邓禅玉 他是你什么人呢 要你为他求情啊 邓禅玉说土行孙是自己的恩人 武王说土行孙既是你的恩人便是我西州的敌人 邓禅玉问武王 说我若愿意归州 那他就不是西州的敌人了 是不是就不会杀他了呢 武王却说非亲非故两码事 邓禅玉便承认说自己父亲曾答应将自己许配给土行孙 而且聘礼也都收了又怎么是非亲非故呢 你终于肯承认他是你丈夫了 武王说既然邓禅玉已经归州 也承认和土行孙的亲事 那我怎么能拆散你们这对鸳鸯呢 还当场赦免了土行孙的罪行 土行孙终于美梦成真了 二人就在军营举办了婚礼 春宵一刻值千金 此处列去七十八个字 再看第二天邓禅玉红光满面的和土行孙给武王请安 武王看邓九宫拒不相周 就派邓禅玉前去劝说其父 在邓禅玉和江泽崖的轮番劝解下 邓九宫终于答应归州了 武王还封气为威武大元帅随军进发朝歌 消息很快传到了朝歌 戴王简直快要气炸了 什么 邓九宫也犯了 是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邓九宫这个逆贼 我绝饶不了你 威子说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派议员勇猛战将 将西齐兵马堵截于武官之外呀 不然西齐大军会指导朝歌 到那时成汤的江山就八笔扣了 可戴王一时也想不出个人选了 还说派出去的人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投降于西齐 现在还有何将可派呢 这是由平上前说的 朝歌的猛将倒也不少 不过他们都是为了朝廷的俸禄才替戴王办事的 所以他们一旦战败面对生死村王 就会做出被主降敌之势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照你这么说 我们是被打败了 不能再战了 游平建议戴王能派出至亲骨肉之臣领兵作战 也为他们的生死荣辱与朝歌共存王 从而就会全力以赴剿灭西齐叛军 戴王听此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又问游平觉得派谁为好呢 游平说那冀州侯苏户既是国杖又是诸侯之杖 若命他去前线作战定然会全力以赴 戴王听后就当即下令昭苏户来朝歌觐见 而此时黄飞虎先一步来到了苏户的府上 两人昔日感情甚好聊得甚是开心 黄飞虎跟苏户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希望苏户能够归顺西周以免兵龙相见导致生灵涂淡 王爷知道 早在苏户宋女入宫之时 已有永不朝商之心 只是身不由己 如今既然有西齐一军 勇于救民 我苏户必当以万民为重 好 黄飞虎听后非常高兴 敢言西齐又多了一员猛将啊 可毕竟反商归州关乎全家 于是苏户要和家人商议一下 黄飞虎听后点了点头 苏户立马将此事告诉了儿子和夫人 儿子苏全忠听后一百个赞同 还说自己早就想法了 而夫人却担心归州后会连累到女儿打击的安慰 恰在此时 朝歌派出的船只小丽也到了苏户府上 传唤苏户速往朝歌进见大王贡商国事 苏户无奈只好连夜启程前往朝歌 到达朝歌后 戴王直接下令封苏户为征锡大元帅 让其带兵征讨西起 苏户虽有万般不愿 但也不能当场违抗亡命 所以就先答应了下来 随后姬子威子几位大臣还为苏户摆了庆功酒 苏户在酒桌上听威子等人的陈述 说戴王沉迷酒色亲奸避嫌荒废朝政 都是那苏打几的蛊惑所为啊 苏户听后大吃一惊 唯有油瓶还在赞美王后贤的 可苏户知道姬子威子两位大人为人正直 肯定不会诬陷自己女儿的 她回去后将此事告知了夫人和儿子 夫人坚决不相信自己带大的女儿如此败德 于是决定进宫看看女儿打几 老夫人 王后娘娘内宫适忙暂时不能接见 不如你先回去吧 明天再来 母亲千里迢迢来看望女儿 可女儿却将母亲拒至门外 苏夫人说王后烦忙自己可以在此等候 还说自己见不到王后是不会走的 侍女见此就回去将此事如实告知了苏打几 苏打几无奈只好接见了母亲 还装作一副十分思念和孝顺的样子 母女相见本应是说不完的暖心话呀 可苏打几没和母亲多聊几句便安排其休息去了 到了晚上 苏夫人正在熟睡 竟被一阵阵恐怖的声音吓起了 她起身一看 苏夫人 注意看 这是周王的原配江王后 被苏打几陷害挖去一只眼珠又烙其双手后至死 苏夫人进宫看望女儿打几后留宿宫中 正在熟睡之时 江王后的冤魂来到床前为起托沫 苏夫人 你 你是江王后 江王后说我可真是命苦呀 你女儿苏打几把我害得好苦啊 王后 真是打几害了你 江王后还说苏打几引诱带王追割竹色残杀重量 为了排除异己 她挖我眼珠落我双手 还残杀我的两个孩子 这笔血债我一定要跟她算个清楚 苏夫人被吓得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原来这是一场噩梦啊 但这梦境是那么的真实 这是耳边传来了一阵乐曲说 苏夫人闻声找了过去 怎料刚好听到了女儿打几和戴王的对话 打几竟然说的都是些误国误民的蛊惑之言 而且催促带王下令让父亲苏护赶快领兵出征稀奇 还说父亲就算战死沙场也是为国捐躯啊 苏夫人听得心碎就赶紧出了宫 与此同时 苏护在家也做了个奇怪的噩梦 笔干王叔的魂魄来找她 说自己是被打几设计陷害没了心 还让苏护快去叫打几把心还回来 苏护听后大吃一惊 笔干王叔还告诉她 说如今的打几已经不是你的女儿了 她现在是个狐狸精啊 狐狸精 此时妇人刚好也回来了 妇人看她目光呆滞闭口不言 赶紧问起怎么了 苏护就把刚刚做的噩梦告诉了妇人 妇人听后说怎么那么巧呢 也赶紧把她梦见将王后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把听见打几蛊惑戴王和崔傅出征的谈话也告诉了苏护 苏护听后恍然大悟 这果然不是我们的女儿啊 苏护这才回想起自己当时宋女进宫时就有人看到了妖怪 而后妇己进宫就性情大变迷惑戴王荒废朝政残害重量 说这个妇己已经不是我们的女儿了 她是狐狸精啊 狐狸精 那我们的女儿呢 苏护说我们的女儿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妇人听后伤心大哭了起来 此时的苏护觉得那狐狸精如今弄得人神共愤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成汤的天下就要败在她的手里了 于是马上进宫去面见了戴王 对戴王说如今宫中的王后不是自己的女儿打击啊 戴王听后大吃一惊 赶紧问那她是谁呢 她是狐狸精变的呀 需要迷惑戴王颠覆殷殷商的天下 戴王听后却哈哈大笑 还说苏护是在开玩笑 苏护看戴王不信 接着又说自己讲的句句都是真话呀 是比干丞相托梦告诉我的呀 还有这妲己他残暴不人独如蛇蟹 也是满朝皆知的事情啊 让戴王一定要把妲己杀了 可说啥戴王也不相信 认为他是老糊涂了在胡言乱语 还说你若真想把我成汤的江山 你就应该快点领兵去征讨西起 于是当即下令让他明天就点兵出战 苏护无奈只好遵命赵总 躲在后面的妲己见此还不屑的笑了笑 苏护回去后 儿子苏泉忠说我们若是明天出征走了 那妲己他岂不是就更加肆无忌大了吗 夫人也认为那妖怪就是怕我们经常进宫 所以才故意致害我们的 苏护听后心生一计 就当即决定要进宫去除掉妲己 于是又连忙去面见了戴王 说自己之前是误听了小人之言才污蔑王后的 求戴王恕罪 还说明日就要出征了 死去生死难料 出发前想再见见自己女儿一面 戴王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就同意了 还在摘星楼设宴安排妇女二人见面 在相互敬酒之时 苏护趁机拔出匕首相苏打几次了过去 女儿敬一杯 注意看 女儿给父亲敬酒却被父亲持刀追杀 好在此时戴王走了过来 赶紧一把掐掉了苏护手中的短刀 随后令侍卫将苏护给压了下去 你这老皮肤竟敢厕杀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而苏妇人见丈夫进宫都大半天了还不见回来 十分担心会出什么事 于是安排儿子苏全忠前去打探消息 怎料儿子刚走不一会儿 宫里的侍卫就来要将苏妇人也抓起来 苏妇人不解为何要抓自己呢 侍卫说苏护行刺戴王和王后 戴王下令要将你苏家满门抄斩呢 说完便把苏妇人也押走了 苏全忠准备进宫打听父亲的交集 恰好遇见姬子和威子两位大人 姬子威子将苏全忠叫到辟静处问其要到哪里去 苏全忠说父亲进宫多时不见归来 所以想进宫去看看呀 姬子赶紧阻止让妇不要进宫 威子也说苏军侯刚才刺杀打几失败被抓了呀 苏全忠听后大吃一惊 姬子让妇赶紧先藏起来 否则你就性命难保了呀 苏全忠听此就赶紧逃命去了 苏护夫妇被押上了大殿 待王问其污蔑王后后宫行刺可否之罪 苏护说自己一生做事对待起殷商朝廷 是那打几故意败坏朝纲死有余辜啊 可惜我苏护不能亲手把他给杀了 苏护你你反了 苏护说自己就是反了 我对商周的朝廷早就失望了 就是你派我西征我也会归降于西州共伐你这无道的商周 苏夫人也解释说那打几已不是自己的女儿了 她是害人的妖精啊 还让待王万万不能将其留在身边 可待王越听越怒 还下令将其拖出去斩了 威子见次赶紧说苏护乃大将之才杀之可惜呀 我承堂江山人才济济 少了一个苏护就能拖垮我 我不是 紧接着就下令将其拉下去带明日法场刑警 而苏打几却在待王面前装好人说自己父亲忤逆使君 作为苏家的女儿也该以死谢罪啊 待王说杀军犯上的事你爹此事和你无关 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待王 第二天苏护夫妇正在被押往刑场 百姓们知道苏护是个好官 心里都在为他们夫妇打抱不平 姬子身为监长官 只是身为臣子亡命难为实属无奈 只能希望苏护能够体谅 还问苏护是否还有未了的心愿呢 苏护说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苏泉众 希望他能逃脱这场厄运免遭杀身之祸 这是一旁的刑刑官催姬子刑刑 姬子无奈只好丢出刑刑的令牌 原来是他们的儿子苏泉忠也来送死了 苏泉忠的武艺虽然高强 但他是单枪匹马寡不敌众 经过三七二十八分钟力拼后被弓箭手射中 还被乱箭刺死 苏护夫妇也在刑刑官一声令下后被砍下了手机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营 江泽衙等人也为此叹息 于是当即下令明天就拔营进军直取游魂官 这两个帅哥是周王的两个儿子殷娇和殷红 当年差点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所杀 被江泽衙搭救后送到这九仙山拜师学义 师父广成子说你二人如今学有所成该是下山的时候了 兄弟俩听此高兴得不得了 广成子说如今的西周武王乃是人圣之君 你们的师叔江泽衙就在那里封厚拜下 讨伐无道商咒就万民于水火 你们就去助你江泽衙师叔一臂之力共成大业了 祭祀领令 广成子问起是否真的愿意去攻打你们的父亲呢 殷红说自己虽咒王之子 可和那苏妲己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还说父不辞子不孝 他听信妲己之言残害我母亲令我终身难忘 今日能为母亲报仇也虽死无憾了 广成子听此点了点头后又问殷教 弟子若有违背 愿化作灰烬 死无葬身之地 b.com